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有同学在博览会中经验分享 其实成就感是很大的 我对语言还蛮有兴趣的 想说可以多修一些第二挖语 就是以后能进职场可以用的道理 我想要修日语、法文 一些感觉还蛮实用的 可是我觉得西班牙语没有就很可惜 错过了博览会也没有关系 有学分学成网页还有更多资讯提供给大家 欢迎多加利用 下面记者蔡雨菅的采放报道